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我是鍾敏玲 歡迎大家來看《聆聽主聲》 今日4月9日 經文在《盧家福音》第23章 第26-27節和第32-49節 题目是丁十字架 今天是第一讲 但耶稣去的时候 有一个鼓励来人西门 从乡下来 他们就抓住他 把十字架隔在他身上 叫他背着跟随耶稣 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 内中有好些妇女 妇女们为他 毫吐痛哭 又有两个犯人 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竹楼地 就在那里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又钉了两个犯人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当下耶稣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兵丁就沾扣分他的衣服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 官府也耻笑他说 他救了别人 他若是基督 神所揀损的 可以救自己吧 兵丁也弃弄他 上前拿粗送给他喝 说 你若是犹太人的王 可以救自己吧 在耶稣以上 有一个牌子 写着 这是犹太人的王 那童丁的两个犯人 有一个基潮他 说 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 我们吧 那一个 就应声责备他 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神吗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情 但这个人 没有做过一件 不好的事 就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吧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天你要跟我 再落缘旅了 那时若有误证 遍地都黑暗了 直到身错 一头变黑了 殿里的万子 从当中 列为两半 耶稣大声哭着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 交在你手里 说了这话 气就断了 白夫掌汉见所成的事 就归荣耀与神 说 这真是个义人 聚集观看的众人 见了这所成的事 都随着空 回去了 还有一切与耶稣熟悉的人 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 父女们 都远远的惨着 看这些事 在受难折的那天 我们陪伴耶稣 这个钉十字架的主 三位一体的神 事上为了拯救人类而工作 他竭而不舍的样子 奋力将开身旁的人的熟灵眼睛 希望他们注意 我毫不出奇 他对三个人的震撼力 就是鼓励来人西门 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灰改罪犯 并且罗马军队中的白副像 我们欣赏我们慈爱的主耶稣 那个柔软的心肠 古利来人西门 没有打算去观看耶稣 钉十字架的 他来是做生意 或者他现在赶紧要去不知道哪里 但是罗马兵就强逼他 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这就是罗马律法所容许的 或者他也不愿意 但也照做 背着十字架的横目 跟着举步为奸 哀声喘气 遍体沦伤的耶稣 西门看到耶稣的血滴在路上 他可能就发问 这个人做了什么事要受死刑呢 那些兵丁就可能这样回答 他是犹太人的王 因而西门听见群众的嘲讽和哭音的噪音混习 就好奇耶稣究竟是谁 我想象他在各个他山逗留到行刑终结 见证了整个过程 就是耶稣哀兽的眼神 他在被钉的山上扑倒在地 冰丁将他的衣服脱下 耶稣被钉子 是于十字架之上 他的手脚被钉穿时的尖叫声 十字架连人举起筹 插入地桩时的巨响 冰丁将耶稣的罪状的木牌 钉在耶稣的头顶之上 以及耶稣口中的吐告说 父啊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造的 他们不晓得 没有一丝的苦力 情露在耶稣的念上 这不是常人凭着血气之勇 可以忍受的极度痛楚 整个事件黑骨铭心地 落印在这个西门的记忆当中 马可福音的作者提及 西门是亚历山大和老父的父亲 在罗马书16章13节说 保罗后来写 又问在主蒙简选的老父和他母亲的案 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可见古利来人西门后来信了 又跟从了耶稣 也引领了他的妻子和儿子们信主 而他们成为保罗福音事工的伙伴 我们的主耶稣在他最终的时刻 仍然将人的生命扭转到永恒 不是偶然 这是神圣的恩典 路加福音的作者详述两个犯人 和耶稣的三方面的对话 其中一个犯人就嘲讽耶稣 不能够救自己和他们 另外一位就责备前者 就是这样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神吗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这是一个公开的认罪 他是配受死刑 他承认的 也都是他承认耶稣是清白的 他怎知道呢 或者他从前听闻耶稣的事迹 或者好像古利来人西门 他看见耶稣在钉十字架之时 那个沉着和慈心 他就大手感动 他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真奇怪 两个人都是死之将之 耶稣再没机会成立地上的国度 这个悔改的罪犯显然 是想及今生之后的永恒国度 谁会在死后的审讯中 做他的代言人呢 谁会是审判他的王呢 在他看来 这个王必定是耶稣了 因此他现在就求年吻 他从耶稣那里得到的确据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今天你要和我在 乐园里了 是的 耶稣不只是纪念他 更要与他同在国度的乐园里 这个证明 接受耶稣 不会太迟的 不论我们从前做了什么事 他的血洗剩我们一切有意识 和思想上的罪 他慢于法老 但快于宽恕 我们有没有回应他最后的呼召呢 基督仍然工作 将人的生命扭转 再一次 这是神圣的恩典 第三个被耶稣死亡感动的 是罗马的白夫掌 是行刑的势子手 白夫掌执行死刑多次了 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正午的太阳 都变黑了三个小时 肯定不是日食的现象 他目睹耶稣受审 受鞭打 行走苦路去到各各他散 他也曾赶开那些紧逼耶稣基督的群众 他也听见耶稣为那些逼害决的人 求天父的赦免 他看见耶稣对他的母亲的恋爱 和对身旁的犯人的恋恋 他也听见耶稣使人心寒的呼喊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他也听见耶稣的最后祈祷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他眼看奇景 地也振动 盆石也崩裂 坟墓也开了 以谁圣徒的身体多有喜来的 他只能惊好地哭叫 这真是神的儿子 这真是个二人 耶稣受苦的时候 一句恶意或苦力的话都没有出口 百夫长从未看过这样的人与事 这日可能永远地改变了他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是尽了诸般的义的 他忠心持守 他圣洁无瑕的品格一直到尽头 真的 他是祭生 是神的羔羊 我联想起我的活着和我的死亡 我的活与死会影响我旁边的人吗 耶稣没有向这个鼓励来人西门 和悔改犯人 和罗马的白夫长 讲动人心愿的道理 他在为神作见证 是在背十字架受痛苦 对伤害他人的恩怜当中显露 他甘愿忍受诸般不公正的对待 和狠毒的说话 没有反驳 没有就座 他只有一个目的 引领许多疑虑进入神的荣耀里 我为神的荣耀愿意承担多少苦难呢 我的祈祷就是 亲爱的主耶稣 我为教会附上的牺牲 已经太多埋怨和抗疑了 我以为做了很多 其实是做了很少 我以为已经赚取我的退休 应该可以休息和享受一番 但我知晓我的见证 道死荒悠 就算死亡 我仍要毫不保留地为你作见证 在七十一岁的年纪 我都不能够松懈 软弱和疼痛 不能阻碍我为你而活 为你而死 全为耶稣 圣灵啊 请帮助我 圆满结束 阿门 弟兄姊妹 圆主大大的祝福你们 我们明天见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一下响灵图标 你们就会开始收到 每一天上传的视频通知 谢谢 谢谢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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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